花莲赏金团也开始在游客出海赏金了 不过赏金船是行进了花莲港区内时 意外了发现了这一幕 原来是一只迷航的评比海豚 现中在港内 赏金团业者也说 这十年来是第一次看到 有海豚游进花莲港内 船上工作人员是赶紧把这一幕给记录下来 主要是因为港区内部 其实有很多的船只来往 通常海豚根本就不会进入 推测海豚可能是在追逐食物时 才会意外的闯入 或是身体有出现异状才会迷航